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 2 1 1 2 1 今天 穿在這邊 守夜 守到禮拜五六位 同時異常外面的門口 異常外面的門口 現在已經在封死了 那你們就是為什麼想要 以佔領這個地方來做行動什麼 我覺得很簡單一個道理 就是說今天 為什麼會要求立法院審查 因為立法院是什麼 立法權是一個民意的代表 它代表全國人民 是代議政治 那問題是今天我們的立法委員 他根本沒有去 沒有做實質的審查 他沒有去表現出一個民意的基礎 所以說今天有這樣 如果我們今天要佔領的話 不是佔領行政單位 當然也不是佔領司法權 我們最直接的就是要怎麼樣 多灰屬於我們人民發生的奇怪 那就是立法單位 如果民意代表不能展現我們的意思 那就是由我們的名字 就要表達我們的意見 我們沒有地方可以 D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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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第一槍,發文揭露福茂協議黑箱,引起輿論嘩然 經黨團協商後,決定追加16場公聽會 但國民黨招委張慶忠卻在一週內就開了8場,把公聽會火速開完 外面都要走 國家政策要實行這個政策,一定有跟產業溝通跟說明 當時我就非常納悶,完全是沒有 當時的那時候發表發言單的時候 那個投審會的官員看到我拿那個發言單的時候 他就把我請到外面去 但是我們在今年的6月20號簽的嘛,已經簽完了 簽完了才來開公聽會,這一點我倒是不太認同 各界關切,衝擊,評估及因應責任 我們的官員也一再跳針 我們要問的是,這叫做辯論嗎? 辯論叫做有問有答 我們問的每一個問題 任何一個民間學員問的每一個問題 政府官員不是用跳針的方式 就是用試協指教的方式 這叫有問有答嗎? 如果有問無答這叫什麼辯論?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為這個發言台上大家合各言而制啊 那另外針對3月10號即將舉行的最後一場公聽會 那行政部門這邊也非常的重視 我們從2月下旬開始 就持續提供相關的資訊跟論述 給本黨的委員 那有我的一些名嘴 還有學者專家等等 希望能夠營造有利服貿協議審查的氣氛 3月6號國民黨開黨團大會 借用經濟委員會場地 卻忘了關麥克風 官員透露出政府企圖透過名嘴 營造公聽會風向 市人員沒有拿出來 怎麼可能簽 你們說作弊 你們指控作弊 就等於在指控議事人員作弊 民眾想上網觀看審查過程 卻不斷出現藍畫面和黑畫面 實際上立法院攻防非常激烈 民眾卻因為藍畫面阻擋無法監督 到底是什麼樣的服貿協議 讓張慶忠硬是要在30秒內 倉促宣布通過 兩岸服貿協議是什麼 它是ECFA架構協議中的一項 同時還有貨貿等其他三項協議 而這些協議算不算是行政命令 是最受爭議的問題 張慶忠解釋 服貿是行政命令 進到委員會後三個月沒審完 就可視為已審查 但是 反黑箱民主陣線賴沖強律師卻反駁 服貿協議不是行政命令 應交由國會嚴格審議 這次合乎程序的法案審查過程 但是 張慶忠在法案送入委員會後 卻以服貿是行政命令為理由 跳過審查強行通過 3月17號當天 民進黨立委杯葛議事 佔領內政委員會主席台 張慶忠卻跑到角落使用小蜜蜂 在30秒內宣布會議結論 不知道是健忘還是故意忘了 張慶忠忽略2013年6月黨團協商的結論是 兩岸服貿協議必須逐條審查 不得包裹表決 行政部門以無視國會立法監督的權利 6月要簽6月才去做評估報告 兩岸的政商權位穿梭其中 執意親愛台灣民主法治的基本價值 也因此 引爆高達50萬人參與 為期23天的立法院佔領行動 揮揮主帽 向他們是民主 揮揮民主 服務協議 簽了什麼鐘賣了什麼台 賣台 賣了什麼台 318運動時 公民團體提出退回服貿協議 先立法再審查 制定兩岸監督條例等幾項重要訴求 一年過去了 我們來看看現在有什麼進展 在兩岸學意監督條例草案 完成立法前 將不召開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相關黨團的協商協議 立法院長王金平去年4月承諾 監督條例立法前 兩岸服務協議不進行黨團協商 基本上服務協議目前在國會是處於一個凍結的狀態 那凍結的狀態的意思就是說 它沒有通過 它沒有審查 那但是它也還沒有被確定的退回 雖然在國會被凍結 但是馬政府呢 它想要用自由經濟示範區 用制經區條例來達到服貿協議 同樣的對中國開放的效果 甚至更超過 兩岸監督條例 將是今年立法院攻防的重點 國民兩黨都已列為優先法案 兩岸監督條例共有8個提案版本 其中 民間版為立委油美女與公民團體共同提案 將對上代表官方的行政院版 兩個版本在公民監督參與程度上有很大的差異 讓我們來比較 政院版與民間版的幾個重要差異 關於主權定位 政院版將兩岸定位為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 民間版則是以兩個政府作為定位 國會監督方面 政院版傾向只需向立法院政府院長 黨團召集人等國會少數成員報告的象徵性監督 而民間版則傾向政府在談判前需向國會報告 談判後結果如果不理想 國會有要求重啟談判的權利 這一年來 為何兩岸監督條例遲遲沒有進展 去年11月14日 國民黨試圖將政院版監督條例草案排入立法院議程 民進黨立委席次較少 表決處於劣勢 因此提出700項變更議程表決案 阻擋政院版排入審查 雖然兩岸服貿協議被公民力量擋了下來 但這一年來 國民黨仍試圖透過自由經濟示範區 來對中國開放管制性農工產品 並企圖讓服務業可藉此進駐 貨貿談判也仍持續進行中 這個賴宗強律師本來這樣通過 或者其他在野黨版本的話 會在兩岸關係產生很嚴重的衝擊 這個是國家定位方面的自愛男性 面對政府無視人民要監督的訴求 不斷開啟兩岸談判締約的小副本 公民仍需要持續監督 很多人都提供你